好,2024花蓮太平洋杯运动舞蹈锦标赛 22号将在花蓮县立体育馆热血的来登场 那么这一次呢,总共吸引了将近有200支的队伍来参加 也是超越以往人数最多的一届 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握机会 前往现场免费的入场观赛 专业舞者站上舞台跟随音乐展现出各式舞风的丽与美 为即将在9月22号登场的2024花蓮太平洋杯运动舞蹈锦标赛进行暖身 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在2020年的全民运动会 我们现在把我们运动舞蹈从一个留校查看的项目 把我们辅导一个现在是各个县市的开 那全民运动会因为我们今年新增了四项 就是单人的标准 就是标准男生跟女生 还有女生的标准跟拉丁 所以四面金牌多了出来 就是刚才有看到有一个单人的男生在跳 那是我们今年新增的特色 因为我们不一定就是双人舞 所以今年有四面 然后今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 今年全民运动会他有一类二类 那二类是12岁以下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很小的小朋友 那一些都可以当选手当国手 这是教育部体育署中华民国运动舞蹈总会 年度积分赛中的第六战 吸引到来自全国各地 超过180队的运动舞蹈好手通场较劲 我们在办了2020全民运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不断地去推广我们的各体育单向 那从2021开始有相当多的中华民国各单向都来到了华联 我们很多的标准都是采国际标准 第一个自我的要求也让我们的选手能够习惯 我想这样子就会让我们未来的选手更有竞争力 而且不会犯错 刚才听到我们美丽姐说 这个明年国际赛在花莲 我全力我们全力支持好不好 花莲县立体育馆经常办理全国性的赛事 而在这次的比赛中 不但有专业的舞蹈裁判 更有超大荧幕现场播放 加上比赛成绩将会列入 2025运动舞蹈国手选拔积分排名 选手将会竭尽所能发挥舞异最高水准 欢迎花莲香气免费入场观赛 为选手加油 记者徐立琴花莲师报导